建議的意見 下次假如開會的時候就是要把那些都弄出來 那因為很多人可能也沒去過荷蘭 那是什麼樣子 給大家有一個想像的一個具象化 大概兩點意見 第一點大家關心的問 那個交通的問題 國外務是將來會不會塞車或是怎麼樣 那再來就是停車 那在這個地區裡面 因為剛剛檢報都講了 將來會有一個檢驗 那麼在我們去年交通局去年 10月就有一個評估報告給發展局 那評估報告是可以接送的 那再加上今天又有一些修正 因為那個很多的退縮 所以他的腳踏車自行車人行 都可以走到那退縮的那個部分 那當然是更沒有問題 那麼停車呢 因為剛剛講捷運 當然變成說將來可能停車需求不會那麼高 那這公園是做都目標使用 目前是沒有確定說 沒有固定給他一定多少的量 就是按到將來實際的停車去 如果是需要的時候 可以透過都目標使用去做 當然是沒有問題 這是有關交通方面 我也有看過 那麼至於這個容積方面怎麼做 我是很贊同剛剛前兩位委員所講的 就是是不是考慮以考慮用都更的方式去處理 那現在就是說 唯一要請發展去評估的就是說 如果是說用210 那提到400 這獎勵值可能是將來 一部分獎勵值要達到90% 這相當高 是不是可以達到 那如果是說按照剛剛 剛剛也有委員提到說 用250來做基礎 那麼你要拉到400 按照社會局要這樣目標去達成這樣的一個 一個社會住宅的 這個地區的一個開發的一個容量 那麼也要1.6 那也就是說獎勵值也要拉到60% 那這個是比一般都更案裡面 我所碰到的都還高成蠻多的 那如果是當然你用旅轉是可以達到 可是這個地區如果是再用旅轉進來 恐怕會有很大的爭議 那只能從其他的獎勵值去衡量 看看能不能達到 這也是一個評估方向 就是說 簡單講就是 都更他是可行 但是要實際去評估這個獎勵值 是不是可以達到今天我們所要的 興建的這個容量 以上兩點 謝謝